睡眠,是一种主动调节重新组合,以及整顿的过程,它关乎着人体的健康水平,长期睡眠不足,容易给身体招来疾病,而一个高质量的睡眠,能够让自己身体与精神得到放松,调养身心。 对于一把沉温来说,睡眠时间在6-8小时有益健康,而超过10小时或低于6小时对身体都没有好处,睡眠不足,胰岛素对敏感度较低,也是离坏糖尿病的危险因素,肾上腺等激素分泌增多,加大新陈代谢压力,与高血压,动脉周样硬化,心脏衰竭息息相关。 据研究显示,每晚睡眠少于6小时,心脏病的死亡率比正常人高48%,中风风险提高4倍,增加猝死风险。 许多人对于睡眠都有一个认识误区,认为第一天没睡好,第二天好好睡觉不回来就可以了,然而事实并非如此,就像一顿不吃饭,第二顿多吃点不回来一样,这样是不可取的。 睡眠是大事,且不可护士它的重要性,如何才能拥有一个好睡眠,一做性规律,不能三天两头熬夜,要养成自尊的一套生物中,睡前半小时应放松。 不要看刺激饮食或者竞技性游戏。 二健康饮食,好的睡眠和饮食也脱不了关系,晚饭尽量吃清淡一点,少吃辛辣油泥等食物。 晚上也不要暴夜暴食,给了一个好的习惯,例如睡眠。 三适量运动,每天做适量的运动,加速清晨代谢,保证健康的身体与放松,睡眠才有保障。 四清换音乐,睡觉前听一段舒缓轻温柔的音乐,也是非常容易半人入睡的。 五舒适的卧室环境,在夏季,凉爽的温度也有助于入眠,26度是最佳睡眠温度,室温在28度以上时,睡眠会变前。 睡眠中的身体动作和行转次数增多,睡眠温度在24度以下,也会容易行转,不容易进入深度睡眠。 因此我试吃了一般以26度左右为佳,湿度以60%左右为宜。 睡眠状态,下最好关闭灯光,以免影响黑色素的分泌,同时,有三分之一的人生环境噪音影响睡浮好觉。 除了外界声音,手机铃声,加湿器等电器的工作声音,也是噪音的一大来源。 建议保持卧室清洁,安静,关闭电子设备,远离噪音。 6合适的床上用品,睡觉时,床的宽度足够翻身,枕头高度合适,床上用品以免制为佳。 糖尿病人群,选择我需要谨慎,这一点是糖尿们特别容易忽略的。 一般来说,在夏天的时候,糖尿病患者应尽量避免使用疗息。 一方面,天气炎热人体容易出汗,皮屑和灰尘容易入侵到凉息缝隙中,加上天气潮湿,吃起满自生可繁殖,致使凉息容易产生没变,从而出现夏季凉息疲炎。 另一方面,糖尿病患者很容易被凉息刮伤或者侧伤足部,尤其是质地效应的竹子凉息。 有些糖尿病严重的患者,尤其容易被竹凉息的侧面刮伤皮肤,使用注意事项。 一,糖尿如果使用凉息,最好选择质地柔软,对压麻凉息或草息。 二,认真检查是否有毛刺,以免造成伤口无法愈合。 三,凉息要经常擦洗凉扇,避免细菌滋伤,造成感染。 如何清洗凉息,一打开凉息,早去浮灰,二准备一盆热水,把干净的抹布放进去浸湿,拧干后把凉息擦一遍。 塞毛巾浸湿,清洗,拧干后,将熨斗包裹起来,最好用蒸汽熨斗,温度设置成最高档。 四用缠着湿毛巾的熨斗顺着凉息的纹路熨烫,动作不要太快,每个地方都要停留久一点。 五毛巾上会吸附满虫的尸体,在熨烫过程中要多次清洁毛巾。 夏季,很有老年人都有午睡的习惯,但是午睡时间睡得不对,也会升高血糖,怎样午睡更科学? 一,午睡时间,牟医民主任建议,残后适当运动在午睡,因为中午刚进学后,大量血液流上位,大脑供养明显下降, 马上入睡会引起大脑供血不足。 提醒糖尿病人可在餐后坐30分钟,扩散不30分钟左右,待食物消化,血糖稳定后再进行午睡。 而午睡时长,人的一个睡眠周期,唯一1.5小时,如果午休时间过长,超过一个睡眠周期,则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。 提醒糖尿蒙午睡时长,以15到30分钟最恰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